备战春运 大陆南宁铁路公安局 进行反恐演习 模拟劫匪挟持车厢乘客后 武装特警突袭解救人质 大陆交通运输部粗估 从7号展开维持40天的春运 客运量最少也会超过 20.95亿人次 同比增长99.5%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 近四年新高 官方同时提到 这次春运人流高峰 与疫情高峰叠加 是近年来不确定性最多 情况最为复杂 困难挑战最大的一次春运 大陆春运启动后隔一天 香港大陆也将启动 第一阶段通关 双向每天各线6万人 香港将5万个名额 安排在三个陆路口岸 旅客必须先网上预约 另外1万个名额 则是放在海空桥口岸 风险管控方面 我都是有信心的 为什么呢 第一 48小时的核酸 就会确保到 所进来香港的所有人士 我们的风险点 是控制得到 香港特首对于通关后的防疫措施 有信心 但驻港CNN记者 以自身经历 揭露香港目前的医疗状况 中港通关 开放预约第一天 系统一路太多人涌入 出现塞车情况 港媒报导 已经有超过25万人成功预约 此外 港府也宣布 中港两地高铁 也将在1月15号前 恢复运作 TVBS新闻之官方 李明珍 综合报导